保障香港的貨物供應是有利於我們的抗疫工作 因為在抗疫的過程中最擔心就是市民有恐慌 恐慌就會產生一些很特別的行為 例如去搶購物品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每日一早一晚都有新聞公布 一早的新聞公布就告訴大家 過去這一天來了多少新鮮的活品 新鮮的貨品、蔬菜、活豬、活牛 本地的生雞、雞蛋 給予價錢大家知道 讓大家不需要擔心 貨源大致上是正常的 昨天已經去到九成了 另外一個晚上出 就是關於醫療物資的供應 亦都是源源不絕 運防局亦都會整合 他們在水路、陸路 和現在鐵路方面 各方面順暢的工作 就是減少市民的擔心